哎呀,掃电筒 老婆拿一个,然后再拿一个书 书本,丢进去 防毒面具 还有这个儿子,拿一下 再拿一瓶水 做手指,我估计不能玩哦 很多游戏都被封了哦 不知道能不能玩 水瓶 地图,拿一个 还有现在女儿没有拿到 过去拿女儿 女儿,然后再拿一瓶水 OK 然后这个斧头 棋盘 再拿一瓶水,OK 来,赶紧逼弹座 我这把应该能活下来,这把所有物资都拿到了 拿了非常多的物资 应该会很爽 木轮 什么木轮,拿破轮啊 第一天 第一天 我们拿了四瓶水,然后两个食物罐头其实还行 这样的补给的话 还可以,医疗包没有拿,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找到医疗包的 现在千万不能急啊 我们先过第一天吧 先过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也没什么情况 看一下各自的状态都不错,然后先让我们儿子先出去这个,给我们缩一波物资 如果真的要说我们想谁了,就想到了他们的旧老爷,这书本里面有个照片,给他们看一下照片吧 这样的话,就安抚一下各自的情绪 这个情绪一定要是安抚好的,一定要安抚好的 那现在呢,这个大家都渴了,先不喝吧,先挨一会,然后先让大家先渴着,让我们的儿子出门,出门拾荒 这个时候,核弹爆炸之后,外面应该有些物资 谢谢啊,杨兴送的五组六六荧光棒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婆脱水了,老公也脱水了,女儿也脱水了,那一人喝一杯水吧 趁儿子不在,多一口 谢谢杨兴送的十五组六六荧光棒,谢谢杨兴 杨兴,杨兴,第五天 最高难度,最高难度,走完最高难度 第五天状态都特别不错啊,没饿 先往我忙,再快点回来吧 我们需要医疗包来入睡,不然这个睡不着,会疲劳 这个就没办法了 哇,这一个个全部疲劳了 这样的话可能出不去,饥饿饥饿 先不给他们吃东西,先热他们 我们往回齐盘 往回齐盘 看儿子能不能回来 如果儿子能赶紧回来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存活的几率的 乐趣使我们忘记了那是什么声音 玛丽针很饿,应该给玛丽针弄点水喝 肝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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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饿个一天,再渴个一天 今天不用吃不用喝 用书本 哄老婆不开心,老婆不开心 第八天 第八天,这老婆,这个老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脸都凹进去了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的话,就先给他们一瓶水喝,先不给他们吃的 在他们矮饿的时候再给他们吃的 现在不需要,不高级 噢不,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人在下面 有人在我们地下室的下面,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去啊 听到声音了,说明下面有怪物 有怪物的话,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不找死吗,对不对 核辐射之后那个生物是非常的变态的 这比如说很多生物它只有一根叮叮 它可能会长出两根,三根,四根 哎,我操,我点错了,我怎么下去了 好,哎呀,有点尴尬 搞毛,我们差点没活下来,是只巨大的变种鳄鱼 老婆受伤了,我们的儿子带回来一瓶 两瓶水,一瓶食物罐头 然后一个无线电收音机 还不错,然后一眼吃点东西吧 一眼吃点东西 刚好儿子带回来一个罐头 儿子也生病了,儿子带回来也生病了 现在也出不去 这里还有别人一只巨型的毛茸茸的兔子怪 似乎躲在其中的一个管道里面 这个我们用这个斧头把它劈掉 谢谢我们的信如人生送出了保健 第十天 我们的罐头得到了拯救 那些长毛的突变体可惜了 在我看来还是住在 处在食物链的顶端真好 马力甄的食物可以再加一点 提米该吃点食物了 不能让提米一点没有水喝 这个让他吃点水 吃点爸爸的精液好吗 先吃点食物吧 水先不着急吃 先吃点食物 现在还是出不去 四个人出不去 卧槽 这要把四个人憋死啊 这个 第十一天 刚可饥饿 刚可饥饿脱水 怎么都吃了怎么还是饥饿呢 再喝点水 一人喝一瓶 现在女儿可以出去了 让女儿先出去吧 让女儿出去一天 看女儿能不能给我们 带回来这个重要的物质 第十二天 哎呀 受伤 哎 状态都特别的不错 就提米饥饿给提米吃点东西 让爸爸出去 爸爸出去牛逼 你看爸爸这五大三粗的 五大三粗的这个样子 肯定会带回来很多物质 第十三天 今天先不用吃不用喝 听一下收音机 看能听到什么 我们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 没有任何食物了 第十四天 干渴干渴 饥饿干渴 干渴的话还是一人给他们喝一口吧 给他们作一口 因为这个水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多的 产的多呀 毕竟妈妈在对吧 产奶 水不够我们可以产奶 这个女儿也不变异 妈妈跟这个女儿呢 这个已经饥饿了 但是食物它只有半惯了 怎么办呢 嗯 我们感觉对内部 内部的装饰做些改变 我们藏身处的风水确实不太好 当我们移动装饰品时 发现一道密门 门后面有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手电筒 看看门后有什么 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房间 好吧 什么都没有 但是爸爸还没有回来 我们可以用这个书本修复一下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修一收 第17天 好 刚可饥饿 刚可饥饿 哎呀 这就很烦 然后给老婆喝一点吃一点 这个女儿喝一点吃一点 OK 这个我们又可以出发了 我们儿子又可以出发了 噢 湿答答的 水管破裂了 必须这个三宝一 必须就这个地图 或者收音机 我们就地图吧 收音机没什么暖用 后面可以捡到 第18天 哎 爸爸死了吗 爸爸在外面死了 我才发现过去 完了 爸爸在外面死了 那好吧 先儿子先出去了 哎 这为什么儿子生病了之后 妈妈也生病了呢 啊 难道他们有一腿 为什么会传染妈妈呢 哎呀 这就尴尬了 禁忌之恋啊 再过一天 先挨饿 蜘蛛 把蜘蛛拍死 第20天 没有变异 甘可饥饿 生病受伤疲劳 哎 这妈妈快死了 妈妈死了 这个家里没有大人的话 就死定了 哎 但是还不错 就是用书本杀蜘蛛的时候 获得了一罐食物罐头 获得了一点蜘蛛肉 喝点水 一些绿色的蟑螂 用书本拍死 这书本可是神器啊 我居然才活了二十几天 二十一天 好玄 这些发光的虫子的巢穴 有可能 会将我们赶到外面的荒地去 有蟑螂已经很糟糕了 但是放射性的蟑螂 食物的话可以再加一点啊 给他们加点食物 吃一点好了 因为毕竟捡了一罐罐头 看儿子能不能给力回来吧 爸爸已经game over阵亡了 儿子带回来什么 儿子带回来两瓶水 你个废物 食物都没带回来 就带回来两瓶水 什么都没有 好吧你去死吧 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女儿派出去 把女儿派出去搜一波物资 这个气味的来源不用搞清楚 这个儿子不用喂了 让他死吧 毕竟没有食物了嘛 现在只要我们女儿带回来点食物 带回来点医疗包 我们还是能活下来的 看情况吧 只有这个老婆跟女儿了 自己也死了 脱水生病 来喝点水喝点水 水还是很多的 无论是谁设计的 低落一些绿色的液体 这个我们不用管 这些陆小仪送来的保健 低落绿色的液体 我们女儿如果在家的话 有机率 会变异 这个覆灭状态特别高 没有比藏身处敲门声更离奇的事情了 有人在敲我们的门 我们可以拼搏一把 不知道是不是军队过来敲我们的 我们过来救我们 我们先开门 第26天 什么情况 带有防毒面具并装配金粮的旅行者 给了我们水 两瓶水 我操 大哥这么多水啊 一桶水啊 就是没有吃的 好吧谢谢人家 没办法 第27天 你这他妈完全在逗我 干温 干渴 生病疯狂 历劫 再喝点水 这些频繁 翻水水喽 我 我 结束 不会吧 就死那么快啊 这就结束了 啊 我他妈还没完呢 我去太他妈残暴了吧 女儿刚刚带回来一瓶食物 这就死了啊 还带回来一把枪 带回来一颗子弹 哎呀 这死的太快了 28天 好吧 好吧